关系的是两岸经济上的大事 这是和平创富论坛今天登场 旺报的创办人蔡衍明抛出想法 认为两岸要和平发展可以思考 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先签署和平协议 而对此新党的主席郁慕明 他也做出呼应来听听他的说法 蔡董特别提出来了 那么希望先有国民党共产党 党对党这样的一个签订协议 这是一个创新的看法 因为你说两岸用服对服 或者两会对两会 那么有些人可能觉得 说你们又在卖台了 那么好了 那国民党跟共产党过去 有没有内斗过吗 国库内战呢 有没有有啊 那么这两党能不能先解除呢 我们仍然处于内战时期 所以两党提了协议 这个签了和平协议以后 就变成停止了 停止对立了 那很多东西就可以推展出来了 这个签订了吗 所以我们先进入这个签订了